我今天 彼此掛臉 行嗎 雖然很多家人物未曾謀面 但是我覺得 是平臺給了我們共同的緣分 讓我們人走在一起 讓你們能認識彭少 讓彭少人認識你們 這是給我最大的觸動 真的就是珍惜 珍惜生命的每一個人 包括你 好 感謝你們所有人 一直對彭少的掛臉 一直對彭少的知識跟排斑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我的好 感謝現在以後 風雨同舟 明天的夢一起追求 彭少不是一個才藝主播 所以我沒有太多的才藝 但是有時候你們想讓我唱歌 我雖然知道這唱歌不好 我雖然我唱歌唱歌唱歌不好 但是我也想逗你們開開心心 因為我希望在這個節目間 咱們更多的不是什麼 牛言蜚語 也不是什麼事事非非 我覺得在這個節目 更多的知道嗎 就是開心快樂真實 就是開心快樂真實就行了 對不對 來對的跟我打不對來 對的跟我打不對來 對的跟我打不對好不好 我不管別的主播在幹嘛 是吧 有的有才藝 好人一聲平安 對好人一聲平安 這樣人家確實心情不太好 你知道嗎 確實心情不太好 太意外了 真的是太意外了 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真的 嘖 我心都 其實我是個內心 本來就是個很強大的人 我是個情緒 還是比較穩定的人 但我聽到這個消息了 真的是 哎呀 你也是嗎 完全好 完全好 來喜歡彭少給彭少點個粉絲燈牌 行嗎 然後申請加入第五個群 加過群的就不用再加了 加過群的不用再加了 沒加過群的去申請第五個群 成為彭少的一家人 彭少笑起來好可愛 我笑起來可愛嗎 感謝你們送出的粉絲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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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們送出的人氣票來 來這樣吧 那個有 手上有人氣票的 給我把那個人氣票給我飄一波 人氣票飄一波 讓咱們直播間更多人回來 之前直播間還有差不多三四千人 四千人左右 然後很長時間不開播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什麼時候開播 都找不到我 我有兩次開完播之後 有人還在群裡問彭少你怎麼還不開播呀 我說我剛剛下播呀 好吧 來讓更多人 好人給我打PK 不打PK 讓更多人找到彭少好嗎 小芳是誰 小芳是一個漂亮的姑娘 還有人不知道我是哪個地方的嗎 我老家是武漢的 老家是武漢的 然後我現在是在荷蘭 因為荷蘭這邊有公司 我讓幾年沒見更帥了 幾年沒見你們更會說話了 更會誇人的 咱們家人誇人的 誇人的技術是非同一般 我開始消息了 你發三年醜 三年後就變帥了 好像是的 好像是的 他昨天不是開播了嗎 昨天看他開播了 我看了一會兒 因為你們給我 有人給我發 我就看了一會兒 挺好的 家庭堂圓 是吧 和和美美的 是吧 感謝你送的人去 感謝你們送的人去 感謝你們 我去哪連他呀 我連不 我連不了他 黑金鳳阿姨只會點贊的嗎 黑金鳳阿姨是我的老粉 真是很老的一個粉 哎呦 我活生生在 我活生在被你們說成那個 顏值主 真的 我活生在被你們誇成那個 顏值主 對他是個好物理 對沒錯 我活生會給他發消息 我活生會給他發消息 我活生跟他發消一二 還打雲聊聊天 我是好 歡迎你們回家做做 咱們的能不能 哎哎哎家人們 家人們 家人們 直播間的這個 我叫你們意思 叫一聲乾爹乾媽 好不好 叫你們乾爹乾媽 叫你爺爺奶奶 行嗎 呃 咱們能不能繞開這個 這個話題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真的家人們 能不能繞開這個話題 咱們聊點別的好不好 是嗎 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就繞到他身上去了 這 我這邊沒有黑粉 不行 你們是想趕鴨子上架嗎 不可以是嗎 我說等什麼時候 我 怎麼什麼時候 我找到合適了 我一定跟你們說行嗎 好不好 嗯 女神不明的話題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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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我問你們一個問題啊 我問你們一個問題啊 假如說啊 我現在假如我現在沒有啊 我現在沒有的啊 我假如說 我哪一天 是吧 找到了一個 自己喜歡的女孩 但這個人 不是她 那怎麼辦呢 那咱們那怎麼辦呢 嗯 那你們 那你們是不是 是不是都離我而去了呢 是不是這樣的 來是的扣一 不是的扣二 好不好 如果說 以後跟我 以後跟我 寫著走下去的人 不是她 那你們 那你們就 就不認識彭少了是嗎 來是的扣一 不是的扣二來 你說我說是的 有少部分人在扣二 對吧 你們會覺得很失望是嗎 你們會覺得很失望是嗎 我看起來 你們有的人啊 你們就是為了做媒 是嗎 所以來我直播間的 是不是這樣的 嗯 是不是做媒體 讓我直播間的 嗯 呵 呵 我跟你們講個問題好嗎 我跟你們講個問題好嗎 我跟你們講個問題好不好 你們就能理解我了好不好 我今天在直播間講一次好嗎 以後都不會講 今天就在直播間講一次 好不好 行嗎 我跟你們講一個問題 你們就能理解我了 多少個讚我看一下多少個讚 12個讚來 一口氣咱們點到30萬個讚去 我跟你們講一個問題好不好行嗎 來3 2 1 來一起動手來 一起動手來 跟我點到30萬個讚去 我跟你們講個事情 我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戒指的故事好不好 行不行 本來我是不愛講的 知道嗎 今天你們把我逼到這個份上了 我跟你們講一講這個戒指的事情 好不好 行嗎 來一口氣跟我點到30萬去 來一口氣跟我點到30萬讚去 來一起動手 等完之後我跟你們講這個戒指的事情 你們就理解我了好不好 來 來動手來 坐在一起動手來 做到了 雙倍點讚了是嗎 給你 20萬的 來一動手 20萬的 很多人好奇我為什麼戴這個戒指 然後 然後 朋友也沒有結婚對不對 對嗎 就跟你們講講行嗎 點到3段就跟你們講 沒有聲音嗎 沒有聲音嗎 有聲音嗎 有沒有聲音 有聲音 有沒有聲音 有是嗎 可以 可以 上1段 veo 平常 我都要讓你思考 食物 一動手 看到都是 是为什么 所以我不想让别人觉得知道吗 我是在炒作 是在演戏 是在编故事 所以我从来都不讲身上一件事情 但是呢 有的人问我知道吗 彭沙你为什么戴这个戒指对吧 戴这个戒指又不像结婚戒指对不对 这不是结婚戒指对吗 是不是 这只是个薄金的戒指 这连赚都没有对不对 我在群里说过说过一次啊 就说过一次 说完之后因为那天是谁把我问急了 你知道吗 我就说了 说完之后我就后悔了 我把他撤出来了 把这个效益给撤回了 是为什么 我今天有个女朋友 知道吗 我今天有个女朋友 而这个女朋友跟我谈了很多年 是我大学的同学 跟我谈了很多年 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虽然才30岁 但是在我身上 有一种远超于30岁的人 得一种成熟 有没有家人们 有人跟我口口一来 就是我彭沙才30岁对吧 30岁出头 但是在我身上 比很多30岁的人 更成熟更稳重 对不对 来对着给我口口一来 是因为为什么 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知道吗 你们的印象能看出来 就是我之前是团队流了长发 对不对 是不是 其实我读书的时候 一直是流长发 知道吗 只是一种习惯 其实我以前的时候 也没那么听话 也喜欢玩 然后这样的条件也好 然后就特别喜欢玩 也不懂事 你知道吗 得到的东西太容易了 好 后来呢 我这个大学 我再不跟你们讲吧 很多大学生 他们会做暑假工对吗 然后会不会勤工俭学 对吗 我从来没有过 你知道吗 从来没有过 因为我这样条件还可以吗 对不对 我读大学的时候 人家买不起手机的时候 我已经会开车了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家人们 就是别人还很多人 买不起手机的时候 为生活费为学费 在发愁的时候 我已经会开车了 我已经 开车车了 能理解吗 就是因为之前 家的条件太优越了嘛 然后就不懂得珍惜嘛 你们知道 我这个女朋友知道吗 没了 我这个女朋友没了 你知道吗 出车祸没了 也是出车祸没了 也是出车祸没了 这个戒指呢 这个 定情绪我能明白吗 之前情人节的时候 我们俩要去买 更可惜 更让我就是说 一夜之间知道吗 想明白很多事 是因为当时开这个车人 就是我自己 懂吗 是我自己开的车 给你们看个东西来 能看见这有个疤吗 能看见吗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见 我这有个疤能看见吗 能看见吗 能看见吗 看着抠一来 看不到 能看见吗 看我说有个疤的 看见抠一来 能看见 能看见什么 这就是当时留下的个疤